这个男人是附近最受欢迎的牛郎 到处留情的他太倒霉了 回家路上直接飞来横货 好不容易捡了一条命 但是脑子出了点问题 最明显的就是审美完全颠覆 现在喜欢的类型实在重口味 出事后五年内 龙介一直在观察自己脑子 最后真的从一个牛郎变成了专家 还被请去警局研究所工作 龙介刚上任就遇到一个奇怪的案子 一位官员在家里被杀害 现场什么线索都没有 只有好几个形状不一的识字 根据现场留下的指纹对比 警官锁定了嫌疑人土田 但奇怪的是 土田因罪加被捕 现在被关在监狱 根本不能出来作案 然而还没反应过来 第二起谋杀案出现了 也同样出现了诡异的识字 研究所人员指出 死者之家里也有土田的皮屑 DNA是不会说谎的 所以凶手就是土田 为了查明真相 龙介和单元警官来到拘留所 见到了土田 意外的是对方看见龙介后 就承认了人是自己杀的 他能直接穿过墙壁 而且马上第三个死者就要来了 龙介当然不幸 让他展示一下 于是众人把土田关入房间 等了一会后 进去发现人真的不见了 就在警官四处寻找土田时 却听到龙介的笑声 对方竟藏在门背后 龙介告诉单元警官 犯人应该有图谋 他们故意提前准备了 和现场一模一样的保险箱 然后再让土田去撬开破坏 于是土田的指纹就留在了保险箱上面 接着再让土田去袭警被捕 等土田被拘留后 他们再杀人然后换 保险箱从而达到混淆警方视线的目的 单元警官听完虽然嘴上不信 但是回去后还是对土田进行了审讯 果然得到的结果跟龙介分析的一模一样 土田还告诉单元警官 团伙的第三个目标是一名叫土警的官员 而且他们已经有人混入到了警队里面 说完还给他们指认了一下 正式负责办理犯罪案件的警察武警 知道线索的单元马上去保护土警 可没想到还是迟了一步 土警的住宅半夜发生爆炸 等单元赶过去的时候 火势非常凶猛 还好土警因为临时有事躲过一劫 但是他的妻子和秘书小枫却葬身火海 怒气功心的单元马上开车找到黑 警武警事行抓捕 结果就在他成功抓捕武警的时候 龙介匆匆赶到对他说搞错了 真正的犯人不是武警 而是一个大家绝对想不到的人 老头人在拘留所 却说自己能够深夜穿墙去外面杀人 被无情拆穿后 更是给警方指认了一个黑警 然而就在单元警官将黑警逮捕的时候 脑科专家龙介却说他们抓错人了 龙介询问单元警官 给警方提供错误消息 什么办法会最好 就是故意把信息弄成一个谜团 然后引导警方去寻找错误答案 这样警方才愿意相信 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欺骗了 龙介把单元警官带到了最初的案发现场 指着墙上那个十字图案 表示真相就在这个房间里面 原来他们一直被这个大十字吸引 从而忽略了墙上那几个不及 眼的小十字当时死者中也被嫌疑人杀害 倒在墙边柜子上面 掩掩一息的时候 用最后一口气写下罪犯的线索 根据墙上的痕迹推断 这里应该还有一面三角形的锦旗 当罪犯发现中也留下线索后 血液已经凝固无法清除 最后只能摘掉锦旗 在旁边书写了一个更大的十字 来伪造现场 而死者中也留下了线索 当然要用死者的视角去观看 才能得到真相 著名的犯罪大师柯南说过 当所有的不可能都被排除 剩下的那个结果 无论多不可思议 就是真相 所以这个案子的凶手就是图景 单言人的助手林田表示 不能够啊 中叶和本监被杀的时候 图景说他去了京清出差 他的秘书小峰也可以作证呢 有得料啊 有一张阿里巴巴要开灯 龙介的话让单元警 观意识到了不对劲 现在图景的秘书小峰 也在火灾中死了 这不就意味着死无对证吗 为了能够找到真相 龙介提议把图景请来 做一次脑部实质测试 他告诉图景 等会自己会给他看 案发时的照片 如果是图景先生曾经看到过的地方 他的海马体就会变红 反之没看到过就会变绿 图景为了自证清白 也选择了接受测试 第一组照片是死者中也的案发现场 在图景看完后 电脑显示他的海马体马上变红 图景解释自己跟钟也有过来往 之前也去过他家里几次 所以这几个场景很熟悉 也很合理 很快来到第二组照片测试 龙介表示 这是另一个死者本间的案发现场 可这一次图景的海马体 却显示绿色 很明显这个场景 他完全陌生没有去过 就在图景松了口气的时候 龙介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让他彻底傻眼了 原来 刚才第二组照片 不是本间的案发现场 而是金青那边的车站照片 周也和本间被害时 图景说自己去金青出差 那为什么现在连金青车站都没见过 被龙介摆了一道的图景 彻底傻眼 最后只能承认自己就是那个凶手 被逮捕前 他深深看了一眼龙介 有些释怀地说 科学真好啊 非黑即白 不像自己的世界 只有灰色 已经分不清楚善和恶劳 回到研究所后 龙介得到了所有人的称赞 可他却没有一点惊喜的反应 仿佛破获这种案子 就跟喝水一样简单 唯一知道龙介为什么是这个反应的 也许就只有脑克研究所的所长了 男人上一秒还是东京最帅牛郎 在斗富婆开心 下一秒就乐极生悲 被广告牌砸晕 五年后龙介摇身一变 成为脑克专家 专门解决一些 看上去特别离奇的案子 比如当年全民热议的竹神案 一年前一名叫竹神的男人 连续杀害了四名无辜人员 每次杀人 竹神都会把死者的一部分身体吃尽 然后吃掉 最后手段极其残忍的竹神 被判死刑 可却在死刑执行前 他把自己的手指硬生生咬下 还高调声称自己会复活回来复仇的 当时诸神这句话谁都没有在意 以为就是罪犯死到临头的罪 硬之词而已 直到一年后的今天 警方又发现了一起作案手法 跟当年诸神案一模一样的案子 死者金村在家遇害 犯人在用刀将金村杀害后 还打包走了他的双手和左脚 最让警方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他们在死者金村的房间里面 发现了大量一次凶手的指纹 可在数据库比对后 得到的结果 却让现场众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为了能够找到真相 林田特意来到研究所 请龙介去案发现场看看 龙介一到场就发现了奇怪的地方 一个烧开水的水壶上面 居然也留下了竹神的指纹 而且林田还说 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 电炉开关是打开的 正常人碰到这种热水的 第一反应就是 好烫 然后松手 怎么可能会在上面 留下那么清晰的指纹呢 就在龙介还在纠结这个一点的时候 林田接到电话表示出事了 他们又发现了一起跟竹神案作案 手法相同的死亡案件 这次的死者高田是在家被人杀害 然后切掉双腿的 而且现场发现的刀子 同样出现竹神的指纹 到警局开会后 单元发现 两个死者都是曾经负责审查 竹神案的警察 可竹神并没有亲人 那会不会是竹神的那些狂热粉丝 模仿作案 想到这里 单元警官会也不开了 竟只找到了当年竹神案 最后一个死者的未婚妻 有妹子表示 你现在很危险 必须接受警方24小时贴身保护才行 没想到九妹子却说 在单元警官来之前 已经有另外一个人来过了 正是负责当年竹神案的 第三个警察案川 而另一边的龙剑 却陷入了奇怪的漩涡 当年竹神案一共死了四个人 可竹神的那几段笔录视频的反应 却有点出入 前三宗杀人案 竹神一直处于 猎物摆在眼前的兴奋状态 但是对最后第四宗案件 却异常冷静 而且前三宗杀人案 竹神都没有留下指纹 那为什么第四宗杀人 会不小心留下指纹呢 想到这里龙剑干脆搬也不上 直接让女助手 带她到当年 竹神案第四名死者的案发现场调查 32岁的后腾 是当年的第四名死者 本来那天晚上 他准备去餐厅给未婚妻 九妹子庆祝生日的 可却迟迟没有出现 直到三天后 警方逮捕了竹神 才知道后腾已经被他杀害抛尸了 而抛尸的地点 就是河岸边深棕色屋底 体育馆旁边的垃圾桶 龙剑听完眉头紧皱 然后询问女助手 当年竹神的抛尸时间是几点 得到的答案却是半夜两点 为了能够更加接近真相 龙剑请求研究所 对当年的竹神案 再次进行调查 看看能不能借助现在的技术 挖掘出 当时被众人忽略掉的一些细致末节 然后 还又独自找到了后腾的未婚妻 九妹子 把重新调查竹神案的消息 说了出来 还说当年杀害后腾的人 可能不是竹神 九妹子听完后却说不可能 当年警方已经确定了 杀害她丈夫的凶手就是竹神 而且法庭审判的时候 竹神本人也亲口认罪了 这个男人残忍杀害 四名无辜人员被判死刑 可却在执行前 咬掉自己的全部手指 统统吃掉 然后一脸狂笑 表示自己会复活回来复仇的 一年后 负责这个案子的两名警察 离奇死亡 凶手的作案手法 不跟当初的竹神一模一样 警方还在现场 找到了带有竹神指纹的凶器 一时间整个警局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于是研究所的龙 借让人重新调查当年的竹神案 通过对第四个死者 后腾 衣着上附着的微量 DNA进行重新检测 居然真的让他们发现了新线索 而且后腾被切断的手臂上 留有压迫的痕迹 可能是在分割尸体时 犯人按住时产生的 但是他们通过技术比对 发现 这个手印跟竹神的手印 不是很匹配 反而跟这次被杀害的警察 当年竹神案的第四个死者 不是竹神所杀 真正的凶手是金村和高田 还有一个身份不明的人物 听到这里的单元警官 马上跳了起来 表示不可能 当时候腾身上的指纹 警方那边已经认定是竹神了 而且也经过了数据库比对 除非数据库被人恶意篡改了 龙借说完这句话便站了起来 当时负责数据库管理的人是高田 如果他偷偷调换了数据库里 竹神和金村的指纹信息 那么在金村遇害时 家里发现大量竹神的指纹 解释得通了 这时研究所的人 又提供了一个新的信息 表示在后腾死亡的隧道墙上 发现了一颗螺丝 他们在这个螺丝上面 测出一部分后腾的脑细胞 而且这个螺丝的高度 和后腾的后脑高度一致 后腾应该是被人按到螺丝上面 扎进后脑死亡的 这跟竹神被捕后 供述的信息根本不同 听到这里单元警官再也坐不住 马上打电话给总部 询问当年案发时 隧道段搜查员的行动记录 还打电话叮嘱他 无论谁来都不要开门 等单元气喘吁吁赶到的时候 天已经完全黑了 好在九梅子虽然被吓到 但人没受伤 而单元警官的助手林田 在周围巡查 没想到 却在九梅子住所不远处的小树林里 发现暗川已经被人杀害分尸了 他赶紧打电话通知研究所的龙介 龙介赶到后的第一句话 就让人毛骨悚然 龙介说三年前杀害了后腾的人 其实是京村高田 还有暗川三个人 当年竹神案闹得沸沸扬扬 警方接到报案后连夜出警 在隧道那边遇到了着急离开的后腾 觉得后腾有些可疑的京村 三人马上实施抓捕 可后腾因为和未婚妻有约不想迟到 所以拼命反抗 结果推桑中 京村不小心失手 把后腾推到墙上的螺丝上面 最后导致后腾当场死亡 事发三天后竹神被捕 当时审问竹神的警察是京村和暗川 没想到竹神在审问中 发现了俩人的神色不对劲 便询问京村他们是不是杀了人 如果是的话 干脆让自己来背锅也无妨 反正自己手上已经有三条人命了 最后京村三人把悟杀的后腾进行肢解 抛尸伪装成是竹神杀的第四个人 因为后腾的尸体上留有京村的指纹 所以高田利用了自己的指权 调换了警方数据库中竹神和京村的指纹 而竹神在行刑前吃掉了自己的手指 就是为了不被警方再次采集到自己的指纹 但是竹神真正的目地不是为了要帮助京村他们 而是通过某种方法 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后腾的未婚妻 让九梅子向京村三人复仇 从而来达到竹神那个会复活归来的船 闻而且这几天接触下来 龙介也发现了九梅子身上的疑点 当时他试着询问 如果杀害他未婚夫的犯人还在 逍遥法外怎么办 九梅子的回答是会亲手杀了他 可就算龙介把事情推理到了这个地步 被感情冲昏头脑的单元警官 还是不肯相信 最后龙介没办法 只能提出先去查看暗川的遇害现场 龙介寻查了一圈 最后拿出激光灯 指着地上一个红色的东西 询问这是什么 九梅子看到后蹲下查看 表示就是一颗普通的小草 可龙介却让他把手伸出来缓缓打开 此时九梅子手心赫然躺着一颗红色的珠子 正是他家里那条断掉的项链 龙介笑着说 那条项链应该是在这里 杀岸川时断掉的吧 当时九梅子小姐捡漏了一颗 所以被他发现 还会那么慌张地捡起来 龙介的话让九梅子再无侥幸 流着眼泪承认了就是自己杀害了 金村三人的事情 当年竹神在死前 把事情的真相写信寄给了他没 想到他最后还是被仇恨冲昏的头脑 成为了被竹神操纵的傀儡 这个结局对于自己来说 也许是一个最好的解脱吧 这个老头去医院仓库取个东西 没想到却遭人刺杀 惨叫声传来后 保安和同事迅速到场 可看到的却只有倒在血泊中的老教授 根本看不到凶手的踪影 事发后警方迅速封锁医院大楼 同时调查现场 死者日向是医院的外科教授 根据法医检测 凶器应该是螺丝刀一类的对弃 而且仓库窗户四面封死出口 只有一个 所以凶手在杀完人后 就只能从大门离开 可当单元警官去保安室调取监控的时候 却发现了奇怪的地方 两台摄像机的监控画面 全部拍摄到了日向教授进入仓库 可不久后仓库大门再次被凭空打开 但是监控画面却没有拍到有人进去 就在这时 保安发现进入区域有可疑人员 单元警官和助手林田赶紧追了出去 一番询问后 原来是研究所的龙剑 今天过来检查脑子 只不过检查完跑去追一只落单的老鼠 最后误打误撞闯入医院的进入区域 可当他知道警方现在正在调查一起 透明人杀人案件后 兴趣一下子就被提起来了 说什么也要参与进来 还掏出了单元 警官最害怕的老鼠进行威胁 为了能够找到更多线索 警方对死者日向的同事进行谈问 负责商务的八荒和做手术的千元 医生都表示没发现一场 案发当天千元是第一个听到日向教授惨叫声的人 所以单元对他的询问特别仔细 先元医师说 案发时自己原本是来实验试喊 月向教授去开会 得知月向教授去仓库拿东西 才过去找他 没想到才走到门口就听到了惨叫声 进去后日向教授已经遇害了 在他进去没多久后 医院的保安就赶了过来 他们应该能够为自己作证 而且这两年 像教授也没有做过什么高难度 手术所以不可能是医患纠纷 实验室的何九景跟后腾是小情侣 平时跟日向教授也没什么过多接触 最后询问下来 单元警官虽然排除了众人的作案嫌疑 但是还是给他们留了一张名片 叮嘱众人如果有什么新线索 可以随时联系他 单元警官离开后 后腾就找到了未婚妇和酒井 表示如果实验室真的有人 憎恨日向教授 那就只有千元医生一个人了 他之前不小心听到日向教授说 千元医师收受汇率 而且收受次数可能不止一次 听到这里 何九景赶紧打断了未婚妻后头 表示这些话可不能乱说 要是说错了的话 他们俩人在实验室都会待不下去的 而另一边的龙介在观看监控时 意外发现画面里出现了何九景的身影 当时何九景那个位置看过去的话 应该是能够看到透明人的 可当龙介和单元找到何九景的时候 他却一直说自己当 时并没有看到可疑人员 这让满怀期待的众人再次失去方向 就在告别完和九景后 单元警官突然接到后腾小姐的电话 后腾在电话里说自己有线索要提供 但是不想在 医院里面说 所以想等明天晚班后 到医院外面跟单元警官好好聊一聊 在确认好时间后 后腾就挂断了电话 这时他的未婚夫和九景也刚好回来 约后腾等回去老地方见个面 想要商量一下俩人婚礼的事情 和九景说完就笑着离开了 并没有注意到俩人的对话 已经被门外的千元听得一清二楚 当天下班后 后腾就满怀期待下楼服约 结果在经过二楼的时候意外出现 一个神秘人突然从门后出现 将他刺伤并推下楼梯 后腾的惊哭声很快 将医院里的其他人吸引了过去 等单元警官从监控室赶到的时候 后腾小姐已经满脸鲜血晕倒在地 事后警方调取了当天的监控录像 发现后腾小姐是在三层进入楼梯的 然后在两层的转角处遇害 听到惨叫后两名住场的警官就赶了过去 但是当时除了倒地的后腾小姐以外 现场没有其他人 并且事发当晚 一层到四层的所有入口监控画面 都没有拍到犯人的身影 想不明白的龙 借只能来到医院探望受伤的后腾小姐 好在凶器造成的伤口很浅 目前后腾小姐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从楼梯滚下来的时候脑部受创 丢失了部分记忆和语言功能 也就是说 即使当时后腾小姐看清了凶手的脸 现在也是记不清楚开不了口 医生告诉众人 如果多陪病人说说话 做做词语接龙 提高大脑活性 后腾小姐还是有机会恢复痊愈的 于是在和酒井坚持不懈的照顾下 后腾还真的想起 凶手的一部分特征 在提供完这五个信息后 后腾小姐的脑子就开始疼痛了起来 旁边的和酒井见状连忙制止了他 继续想下去 这时单元警官突然想起 第一次在实验室 见到千元医师的时候 他手里就一直握着一把老师的标志 这次和酒井也说 后腾描述的人可能是千元医师 最后那的做不了的人 应该就是指今年春天的时候 千元医师 本来是想让日向教授 把他批拔成副教授的 但是最后不知道什么原因 被月向教授拒绝了 就在众人都认为 透明人应该就是千元医师的时候 旁边的龙介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老教授在医院仓库被人一击致命 警方调去案发时的监控 却发现凶手是会隐身的透明人 而且凶手还在层层监控下再次作案 将实验室的后臀小姐推下楼梯 就在众人经过不懈努力 终于找到线索的时候 研究所的同事却推门而入 指着龙介的鼻子说 他就是那个透明人 原来之前龙介来医院看脑子的时候 追过一只小老鼠 当时他从三楼走廊 进入北面楼梯下楼 但是最后 就是从南边一楼的走廊突然出现 而从三楼想要到达一楼 就必须从北向南穿过二楼的走廊 然而奇怪的事情就出现了 当时二楼走廊的监控 居然没有拍到龙介的身影 老同事的话让龙介恍然大悟 当时那只小老鼠 一直贴着墙角逃跑 所以他追老鼠的时候 也是炎 这墙壁搜寻 结果在不知不觉间 就躲进了监控摄像头的死角 这样看来 那个凶手应该也是借助了这个方法 从楼梯口贴着墙壁 走到了仓库门口 可这时单元警官却说 不能够啊 就算凶手能走过来 那他怎么在监控下 打开仓库大门呢 龙介听完后 直接从墙壁掩90度直角 走到仓库大门正中间 然后用手腕的力量 慢慢将大门推开 而他这波操作 果然成功躲过了仓库的监控器 可单元警官却越想越不对劲 这么大的医院 怎么可能会有监控死角存在呢 龙介笑着说肯定不会 但是如果有人改变了摄像机角度的话 就不好说了 假如这个凶手是千元医师的话 他当初应该就是这样绕过监控 进去仓库杀害日向教授 在刀掉日向后 千元原路返回 出现在三楼的实验室 然后在众人面前 假装自己要去喊日向教授开会 接着回到仓库门口 故意让监控拍到自己 最后装成日向教授 发出惨叫 吸引保安注意 可这时单元却说 一切都是龙介的推理 还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 千元医师就是杀害 月向教授的凶手啊 这时龙介把目光 放到了仓库门口的监控器上面 表示如果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能采集到凶手的指纹 听到这里 单元警官也不敢担搬 马上联系技术人员过来取证 还真就在监控器上面 发现了三枚指纹 通过比对后 证实就是千元医师的 面对确凿证据 千元供认不讳 但是当单元问他 为什么杀害完日向教授 后还要袭击后腾小姐时 些人却情绪激动 表示后腾遇袭不是自己干的 这让原本快要浮出水面的真相 再次沉底 为了能够找出 袭击后腾的真凶 龙介把后腾带到研究所 做了一次脑部实质检查 同情的还有后腾小姐的 未婚夫和酒精 可无论龙介怎么询问 后腾小姐的答案 还是那五个 长头发的人 老实的标尺 白色的衣服 黑色的眼镜 和做不了的人 很明显 跟之前他在医院的回答 没什么区别 但是龙介听完后 却信心满满地说 自己已经知道 是谁袭击了后腾小姐 龙介说完 又放了一遍 刚才后腾小姐的那段录音 五个答案在日语发音里面 其实组成了完整的词语接龙 也就是说 后腾根本就没有想起凶手的长相 只不过是在未婚夫和酒精的诱导下 玩起了词语接龙游戏而已 如果接下来的推测 没有错的话 那真相就是 和酒精偶然发现了千元医师 偷偷进入仓库 杀害日向教授 同时注意到了 他这个避开监控器的方法 事情发生后 和酒精选择了沉默 但是他的未婚妻 后腾小姐却告诉他 日向教授知道 千元医师收了钱 所以后腾 决定把千元的杀人动机 告诉给警方 于是为了阻止未婚妻提供线索 可酒精用了千元那套手法 想要杀掉后腾 治愈作案的凶器 聪明如他应该早就猜到了 千元用了医院还没正式出售的星星 戏剧 所以找了个借口 从商务代表荒谱那里 借走了样品 然后把未婚妻后腾骗到二楼 楼梯的死角处 在那里掏出凶器 袭击了后腾 袭击完成后 众人听到后腾的惨叫 闻声而来 这时和酒精 应该是躲回防火门后面 在趁乱假装自己 也是匆匆赶了一样 后腾小姐遇袭后 虽然捡回一条小命 但是却丧失了部分记忆 和语言能力 于是和酒精一生 再次顺顺推舟 利用词语 借龙游戏 诱导后腾小姐 做了虚假证词 和酒精之所以 如此大费周章的目的 就是因为真正在背后 收钱的那个人 不是千元一失 而是他和酒精 如果任由警方 调查下去的话 他的这个丑闻 一定会浮出水面 和酒精听完冷冷一下 表示这些都是龙剑的猜测 构成不了 他袭击未婚妻的证据吧 可龙剑接下来的话 却让和酒精 最后一丝侥幸被打破 因为后腾小姐 预袭十一楼 到四楼的所有监控画面 唯独没有出现过 和酒精的身影 但是他却能在 后腾预袭后 出现在现场 那唯一的真相 就只有一个 被揭穿秘密的和酒精 再也蹲不住 流着泪说 做研究真的很需要钱 他也是不得已 请递过去一张老不扫老土 是他刚才做检查的时候 趁众人不注意 给后腾小姐观看 和酒精照片时 他大脑的反应 后腾小姐的扁桃体 活跃化反应强烈 这是看到自己所爱之人时 非常常见的大脑反应 这个丢失了 所有记忆的女孩 到这一刻 却还坚定无比地爱着你 这个长相一般的男人 一大早就在弹钢琴 没想到却因琴声太大 被邻居大妈上门投诉 可大妈一进门 就被眼前的画面吓倒 不会说话 很快警方就过来封锁了现场 案发地点是钢琴家中 川优的工作室 现场除了死者目下以外 警方还发现了 带有钟川优指纹的 但是无论丹员警官怎么询问 钟川优的反应却很木讷 仿佛对自己杀人这件事 没什么记忆一样 就在丹员和林田 准备把他带回警局的时候 一个自称是钟川优 姐姐的女人拦住了他们 一口咬定自己的弟弟 是不会杀人 原来七年前 钟川又因为炉内出血 晕倒 康复后就出现了记忆障碍症 以前的记忆虽然还在 但是新的记忆 却无法长久保存 最多一个小时左右 就会忘记刚发生的事情 所以丹员警官说 弟弟亲口承认自己杀人 他觉得根本不可能 纯子小姐无助的眼神 让对面的丹员警官 有点动容 警察的直觉也告诉他 钟川优不可能杀人 为了能够找到这桩杀人案的线索 丹员警官提着香蕉 找到了脑科所的容姐 请求他一起去案发现场 看一看 龙介一到工作室就发现了奇怪的地方 钟川优是一个记忆障碍患者 所以每天都会记录下写着当天日 期的阅读和笔记 但是6月8日案发那天 钟川优的笔记本却不翼而飞 只留下了记录他杀人的那一页 而且当天乐谱上面 龙介也发现了一场 结尾的四个音符 好像是钟川优匆忙留下 得他试着在钢琴上面弹奏出来 为了能弄清楚这四个音符 是什么意思 龙介让丹员警官 把钟川优带回工作室 一番自我介绍后便询问他 还记不记得杀人那件事 接着又继续询问他 当天乐谱上这四个音符是什么意思 没想到钟川优看到那几个音符后 就开始弹奏起来 最后节奏越来越快 整个人都陷入癫狂状态 吓得龙介赶紧一把抱住他轻声安慰 把钟川优带回去后 女助手游里好奇地问龙介 为什么知道钟川优是在责怪自己 龙介却说他十几年前也弹过钢琴 所以很容易听出钟川优 琴声里面的自责 而另一边的丹元和林田 则连夜在钟川优的工作室附近 进行寻找 结果还真的让他们找到了一条 带鞋的手卷通过数据比对 警方发现手卷上面的血液 确实是死者沐下的 但是指纹却是钟川优的姐姐 纯子 面对丹元警官的疑惑问询 纯子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大方承认凶手就是自己 沐下本来是他的未婚夫 但是自己并不是真心和他在一起的 至于为什么要嫁祸给弟弟钟川优 纯子的回答是 当时觉得弟弟脑部残疾 就算被警方抓了 也能够判得无罪吧 审讯结束后 丹元警官带纯子 去见钟川优最后一面 看着纯子见到弟弟后的真实反应 丹元的警察直觉告诉他 凶手应该不是纯子 可面对纯子铁了心 想认罪 他也没有办法 最后只能带着一肚子憋屈 还在调查月补的龙剑丹元说 那天晚上 纯子和弟弟 还有未婚夫本来约好一起吃饭 结果在工作室的时候 俩人因为琐事吵架 争吵中 纯子失手将木下杀死 在他慌忙擦拭地板和凶器的时候 在外面散布的钟川优突然回来 纯子看到弟弟后 恶向胆边生 于是便把凶器递给钟川优 然后把现场伪装成是弟弟 杀了木下便离开了 听完丹元警官的话 龙介也露出笑容 显然他也看出 纯子是为了保护弟弟 才主动认罪的 可他们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帮这对姐弟洗情冤屈呢 眼前这个长相很一般的钢琴少年 被指控杀人 而且人证物证全部齐全 但是他的姐姐却坚信 弟弟不是凶手 甚至还主动自首去帮弟弟离分 为了帮助这对可怜的姐弟 龙介和丹元警官决定分头行动 由丹元警官去调查钟川 由所有认识的人 而龙介则是来到工作室继续询问 钟川优患有严重的记忆障碍症 只能记得一个小时内发生的事情 所以他每天都会留下 写着当天日期的乐谱和笔记 但是五年前 七月二日这天 却只有乐谱没有笔记 于是在龙介的请求下 钟川优拿起那天的乐谱 弹奏了起来 悠扬悦尔的旋律如流水般 从少年之间 滑过漫漫游涓涓小溪 变成了波涛汹涌的大海 而钟川优也呼吸急促 倒在了这片海洋里面 倒地后的钟川优间 男起身从工作室的墙上 撕下一张纸递给龙介 上面赫然写着钢琴奏名曲 第四张追忆 龙介赶紧让女助手游里 播放这首曲子 终于让抽搐的钟川优 平静了下来 游里的提示 让龙介若有所思 他拿起那张唱片 翻过来一看 作者是一名叫巴木人的男人 而另一边的丹元和林田 也调查到了巴木人身上 巴木人说 钟川优以前是自己的学生 但是自从七年前 他患上了记忆障碍症后 俩人就很少再见面了 案发当天晚上 自己一直在琴房练琴 直到第二天才离开 巴木人说完就起身准备出去 他告诉丹元警官 自己下午五点的时候 还有一场演奏会要参加 好巧不巧 此时的龙介 就独自来到了这场演奏会 他就想知道 这个巴木人 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居然能让钟川优的情绪 瞬间平静下来 而就是这场 平平无奇的演奏会 让龙介终于知道了 杀人案发生那天 钟川又在乐谱结尾 匆忙留下的那四个印 福是什么意思 告别完巴木人后 丹元和林田就被喊到研究所 科研人员告诉丹元警官 死者目下的验尸报告有问题 尸体上面的淤血痕迹 跟案发时尸体的摆放姿势 严重不符 如果尸体一直保持 被靠死亡的姿势 淤血的痕迹 应该是在右边 但是实际情况 淤血却产生在了 木下的左边身体 他认为死者 应该是遇害后 被人打包 塞在某个地方 这时 另一个科研人员说 他们调查了 工作室附近的泥土 结果发现了一枚奇怪 脚印 从脚印的深度推算 主人应该是一个 150公斤的大胖子 但是从鞋子的大小来看 脚印的主人 却没有这么高大 那唯一的解释 就是个人 当时拿了很重的东西 研究所的科研人员 列出了案发当天 晚上七点 到第二天凌晨六点里 经过中川优工作室 附近的所有车辆 驾驶员照片 在单元和林田的 不屑翻掌下 终于发现了一个 熟悉的身影 正是中川优的老师 巴木仁 找到嫌疑人的单元 马上跑去找龙介 说明情况 俩人一拍即合 接下来 只要让巴木仁 自己开口承认 杀人就好了 于是单元 把开完演奏会的巴木仁 请到中川优的工作室 开门见山 就说巴木仁 就是杀人凶手 不然为什么 在墓下被害的那天晚上 他的车子会经过这里 没想到巴木仁 却神色淡定 表示自己是半夜 出来找灵感 可龙介却说 没那么简单吧 中川优每天都会谱曲 但是却有一部分 乐谱丢失了 如果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巴木仁 先生偷走了吧 证据就是 《碟片中钢琴奏鸣曲》第四章 追忆这首曲子 当中川优听到 这首曲子的时候 他说就像星星落在湖面上 而且中川优 2006年8月20日的笔记上 也写下了这段话 但是当天的乐谱 却不见了 没猜错的话 那天的乐谱 就是这首追忆吧 可面对龙介 直记灵魂的逼问 巴木仁却表示 一切都是龙介的猜测而已 他既没有杀害墓下先生 也没有偷拿中川优的乐 天才音乐少年 因为患有记忆障碍症 被自己的老师嫁祸成杀人犯 可就算龙介 已经把巴木仁的作案方法 全部推理出来 这个男人还是嘴硬 表示自己没做过 没办法 龙介只能转话题 表示要跟巴木仁先生 玩一个记忆游戏 他在房间里面 放满扑克牌 然后把除了巴木仁以外的人 请出房间 在完成游戏后 再让他们从外面进来 而记忆游戏的结果 就是龙介输了 然而就在巴木仁 长输一口气 准备离开的时候 却再次被龙介拦住去路 龙介笑着说 其实现在记忆游戏 才正式开始 他问现场众人 刚才房间 和现在房间 有一个小地方不一样 大家能不能找出来 听到这句话的巴木仁 神色一点 这时林田突然高举手臂 说自己找到了 之前钢琴上面的 那张乐谱不见了 龙介大喊一声正确 然后让巴木仁 别装了赶紧拿出来 而这张被巴木仁 偷走的乐谱 日期正是6月8日 杀人案发生的那一天 龙介捡起地上的乐谱 说案发当天 巴木仁把木下的尸体 背到了工作室 钟川忧看到后 匆匆忙忙在乐谱上 写下了四个音符 那时候的巴木仁 先说应该没发现 音符里面的秘密吧 于是巴木仁就借着钟川忧 记忆障碍症这个弱点 把杀害木下这件事 嫁祸给他 还逼他在笔记上 写下杀人的虚假证词 可巴木仁却忘记了 钟川忧虽然患有记忆障碍 但却是一个 实打实的天才钢琴家呀 钟川忧匆忙写下的 那四个音符 相对的音阶名称翻译过来 就是巴木仁 刚才在玩扑克游戏的时候 他故意把一张扑克牌 留在写了提示的乐谱 上面位的就是 让巴木仁看到后 做贼心绪把乐谱拿走 被揭穿秘密的巴木仁 心如死灰 以前的他 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作曲家 但是现在却因为江郎财劲 写不出曲子 最后放弃不下 昔日名声的巴木仁 才选择来患有 记忆障碍的徒弟 这里偷乐谱发表 但是有一个地方 龙界还是想 为什么巴木仁 能够那么顺利 偷到钟川忧的曲子呢 知道真正的凶手 是巴木仁后 龙界几人便来到警局 找到了帮弟弟 顶罪入狱的锤子 他告诉纯子 这一切都是巴木仁 制造的假象 目的 就是让他误以为 钟川忧是杀人凶手 然后纯子为了保护弟弟 就会拼命证明 自己就是犯人 但是后面巴木仁 还交代了一些东西 涉及到了五年前的 另一个案子 一个叫吸气时的连环杀人犯 突然音讯全无 这个人 纯子小姐应该认识吧 看到照片的纯子 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表示这个人是他杀了 2004年7月2日那天 纯子去了钟川忧的工作室 没想到 却遇到了吸气时 入室抢劫 慌乱中 纯子拿起桌上的花盆 砸中了吸气时的脑袋 没想到这一砸 却让他当场毙命 杀完人后 纯子本来要去自首 但是又害怕自己进去后 弟弟一个人 不能照顾自己 于是他就把吸气时的尸体 分离弃到各处 但是那个时候 刚好被巴木人撞见 从那以后 他就被巴木人 用这件事要挟 将弟弟钟川忧的曲子 偷偷拿给他发 后来纯子的未婚夫目下 发现了他被威胁这件事 便不停劝他去自首 最后俩人还大吵了一架 可龙介却说 真正杀死吸气时的那个人 其实是他的弟弟钟川忧吧 不然为什么钟川忧 在听到7月2日 乐谱上的曲子时 会呼吸急促呢 在龙介的追问下 纯子心里最后一道防线 终于彻底崩溃 颤抖地将那天的真相 说了出来 事情发生后 他就一直想着保护弟弟 甚至还利用钟川忧的记忆障碍 让他忘记掉这件事情 龙介安慰纯子 因为西齐时事连环杀人犯 而且当时他弟弟 应该是属于正当防卫 他们警方会努力给钟川忧 做无罪辩护 最后龙介告诉纯子 人的大脑能够储存 记忆的隐藏空间还有很多 钟川忧虽然有记忆障碍 但也一定会解 自己的姐姐 从那么拼命 那么努力地保护着她 这是脑神探里面 呼声最高的意见 也是反转次数 最多的一个案子 女医员在办公室 被人残忍杀害 警方到场后发现 这个凶手杀完人 不仅帮忙盖被子 还把死者桌上的外卖给吃掉 根据现场的弹壳 推断出 凶器应该是一把 四十五口径的自动手枪 而在知道这次档案 要配枪后 林田彻底慌了 不过下一秒 这种慌张就被花痴取代 回到警局后 丹远警官连夜开会 汇报情况 根据现场提取的指纹 和DNA进行比对 凶手是一名叫 佳奈子的十岁 少女可最让人奇怪的是 佳奈子十五年前 就已经失踪了 更让丹远觉得 不可思议的事 死者松下 居然是佳奈子 当时的班主任 也就是说 十五年前被绑架的 佳奈子现在还活着 并且残忍地 杀害了自己的老师 因为凶手是持枪作案 所以上头催得很紧 没办法单元 只能来脑科所寻求帮助 在听到佳奈子杀完人 还把便当给吃了后 龙介的兴趣 一下子就提了起来 女助手游里说 会不会是杀到一半肚子了 但是龙介却说 不能够啊 人在陷入兴奋状态的时候 大脑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 也就无法产生饥饿感了 为了能够最大程度 还原凶手在作案时的状态 龙介和游里 决定进行一次现场模拟 由手拿香蕉的龙介扮演佳奈子 而女助手则扮演死者松夏 当佳奈子第一枪 先是打中了松夏的佛脚 接着第二枪又打中了她的右脚 第三枪打中了她的右手 然后松夏小姐 在两脚和右手都中弹的情况下 还试图逃跑 结果后背又被佳奈子打了一枪 最后在松夏终于爬到门口的时候 佳奈子对准她的后脑 扣下扳机 结束了这场 杀从杀人手法不难看出 佳奈子的目的是折磨松夏 然后再杀掉她 但是为什么最后会帮松夏盖上被子 而且根据法医的鉴定结果 当时佳奈子还给尸体合上了双眼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佳奈子的这种行为 表明她对尸体抱有某种位置心理 是想要埋葬她的意思 而且死者松夏的胳膊上还有压狠狠 可能是佳奈子杀完人后 抱着尸体摇晃时引起的 至于从死者衣服上面 还检测出佳奈子的体验 而在这一切做完之后 佳奈子还像个没事人一样 在隔壁房间吃了外卖 好像刚才杀人的人不是她一样 分析到这里 龙剑脑中闪过一道亮光 她觉得案发现场凶手至少有三个人 但是DNA和脚印都显示只有一个人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个叫佳奈子的女生应该是多重人格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一定要尽快抓住她 不然很快就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受害人 龙剑的担心很快得到了验证 昨晚到跟那边发现了一次同一 杀手所犯的杀人案 警方在现场检测出了佳奈子的指纹和DNA 第二个死者青山是当地地下组织的成员 他们在搜查青山老家仓库的时候 还发现了一个隐秘的地窖 里面同样检测出了佳奈子的DNA 很有可能 这就是囚禁了佳奈子15年的地方 这时脑科所的研究人员说 他们根据以前佳奈子的视频照片 最大程度还原出了佳奈子现在的场相 说完便给现场众人播放了起来 龙剑看到还原视频后 整个人都呆住了 这个女人不就是上次自己在寿司店门口 遇到的那个人吗 这是脑神探里最让人难受的一个案子 十岁少女被绑架囚禁地窖15年 逃出来后持枪连杀两人 根据龙戒的分析 凶手佳奈子身上应该存在至少三种人格 为了找到更多线索 龙戒几人搭电车来到岛根乡下 找到了那个囚禁佳奈子的病角 结果一打开龙戒就差点被熏晕过去 这个味道真的是一言难尽 尽管心里面有过准备 但当几人真正进入地窖的时候 还是被眼前的场景给吓到了 成堆的垃圾袋在地上密密麻麻堆满 看着血迹斑斑的床和有些破旧的麻省 很难想象这15年来 佳奈子到底经受了多大的痛苦 为了最大程度感受到这种痛苦 龙戒悄悄把几个男生喊走 然后把女助手尤里给关在了里面 等三人吃完中午饭回来 给尤里开门的时候 等待他们的却是尤里要吃人的表情 被尤里揍了一顿的几人回到地窖 同行的浪月说 佳奈子的多重人格 应该是这15年被反复虐待后产生的 几人还在地窖里面发现了一顿文字 写着佳奈子 我一定要把你救出去 结尾的落款是俊介 也就是说 杀人的应该就是这个叫俊介的人格 而另一边的佳奈子 已经来到了小学同学会上 在众人不可置气的目光中 佳奈子举起手枪开始射击 随着一个叫梁子的女同学倒下 她的表情愈发疯狂 仿佛要发现 完这15年来受到的所有委屈一样 等警方匆匆赶到的时候 现场已经空无一人了 就在众人以为 又让凶手给逃掉的时候 桌子底下一只手枪引起了单元的注意 警方把佳奈子带回医院单独关押 根据精神鉴定的结果 佳奈子确实是多重人格 目前出现的人格总共有三个 第一个是叫俊介的人格 这个人格用 有三个人所有的记忆 而且警惕性很高 被关押后 第一个反应 就是询问房间里摄像机的位置 俊介大方承认了 三起杀人案都是他做的 但是他杀的那些人都是罪有因果 事情还要从15年前 佳奈子被绑架的那天说起 10岁的佳奈子告诉班主任 门口有一个奇怪的人 但是班主任却不以为意 还让佳奈子如果害怕的话 就和同学们一起回去 可绑架事情发生后 班主任却对这件事闭口不提 还厚着脸皮哭着说 把佳奈子还回来 他当时也找过所谓的朋友 但是那些同学在梁子的带领下 纷纷孤立了佳奈子 于是那天佳奈子不得不一个人回去 而绑架案也是在那时候发生的 佳奈子的第二个人格 是叫金子的小 孟秦仁在杀人现场 吃死者外卖的就是他 最后一个人格 就是佳奈子的主人格了 佳奈子是胆小容易担惊受怕的性格 所以在杀完人后 他才会抱着尸体痛哭落泪 单元警官说 佳奈子应该意识到 有其他人格的存在 但是却完全不具备 俊介和金子的记忆 汇报结束后 众人纷纷离去 但是单元的助手林田 却找到了龙剑 表示自己在松下事务所前面看到过佳奈子 那时候佳奈子还是个美丽温柔的大姐姐 根本就不在现在这三个人格里面 这时脑科所的同事也过来找龙剑 过去重新看一遍刚才的录像 他发现佳奈子在离开的时候 好像瞥了眼摄像机 可这个时候的佳奈子是主人格 根本就不可能知道 摄像机所在的位置 他也怀疑 佳奈子的多重人格可能是伪装出来的 第二天龙剑来到医院 找到了正在接受治疗的佳奈子 此时控制佳奈子的是次人格俊杰 他把俊杰带到了一个走廊里 指着走廊尽头的两扇门说 红色那扇是隔离病房 里面隔离着一些有着眼 重暴力行为的患者 另外那扇蓝色的门是普通病房 这扇门的对面连接着自由的世界 但是如果俊杰一天不消失 佳奈子今后就只能一直生活在隔离病房 李吉然俊杰说自己想要保护佳奈子 那现在他能为佳奈子做 不就是彻底抹杀掉自己的存在吗 这样佳奈子才能进入普通病房 成为一个普通人 俊杰听完这个建议眼神异朗 然后转身就把出 熟一的龙剑给胖揍了一顿 可挨了毒打的龙剑并没有放弃 第三天又跑到医院劝说 好在他这次遇到的人格是佳奈子 看着佳奈子彷徨无助的眼神 龙剑突然有些心疼这个柔弱的女孩子 他笑着说 今天可以偷偷让佳奈子出去晒下太阳 透透风在走廊尽头 有一扇连接着普通病房的门 可以出去和佳奈子约定好 十分钟后在普通病房的大厅集合 龙剑便起身去帮他把门锁悄悄打开 然后来到楼下大厅和单元景观会合 等龙剑离开十分钟后 胆小的佳奈子才小心翼翼走出房间 然后一路小跑到走廊尽头 用力推开那扇蓝色大门 他真的很想再见到蓝色的天空 在普通病房大厅看到佳奈子的那一刻 龙剑的眼神不自觉地暗淡了下去 而满脸兴奋的佳奈子跑到龙剑身边 才发现单元景观也在这里 他有些疑惑地询问 是不是担心俊杰出来搞破坏 可龙剑却说俊杰永远都不会再出来 因为佳奈子小姐根本就不是多重人格 龙剑说完 便把佳奈子带回到了那条走廊里 他让佳奈子念一下蓝色牌子旁边的字 一头雾水的佳奈子走近一看 蓝色门上赫然写着隔离病房 而红色门才是普通病房 原来昨天在给俊杰输完两间病房后 龙剑就把病房的门牌交换了款 如果佳奈子真的是多重人格的话 应该按照门牌的指示 进入到隔离病房才对 唯一的真相就是 佳奈子一直在扮演着多重人格而已 听完龙剑的话 佳奈子第一个反应就是逃跑 可最后还是停下了脚步 慢慢转过身子 朝龙剑点的点头承认了罪行 林田有些难以理解 明明佳奈子小姐逃出来就好了 为什么非要杀了他 不肯啊 这个长相一般的男人 曾是被复活点的最多的牛郎 五年后却意外成为了一名脑科专家 而龙剑平时最喜欢的事情 莫过于斗身边的女助手游李娃娃 然而这种悠闲的生活 却在今天被意外打破 因为脑科所众人近期表现优秀 警示厅的领导决定过来表彰讲话 结果却在游李上台献花的时候 意外出现了 穿F长官的重担很快引起了现场混乱 视力超好的单元景观环顾 四周马上就看到最近一座大楼 窗户边上的狙击枪 飞机便带人包围大楼抓捕凶手 可龙剑想了一会 却发现不对劲的地方 他打电话给单元的助手林田 让他赶紧把旁边的第二产业大楼 也封锁一下 果然等单元赶到 那间房间室里面已空无一人 现场除了一把被故意 留在窗台的狙击枪 还有一条画了红色插号的手帕 而另一边第二产业大楼的大厅 林田已经和龙剑会合 龙剑告诉林田 凶手应该是想制造 从窗户狙击的假象 把警方全部吸引到游警大楼那边 毕竟他还没见过蠢到居完人 还把枪留在窗边的凶手 在俩人闲聊的时候 一个背着长条形箱子的男人 古然出现 林田上去抢过箱子 然后打开 里面赫然是一把狙击步枪 然而在把这个嫌疑人带回去后 警方才发现抓错人了 音乐家中西 是来大楼录音棚录音的 他的琴枪 则是被凶手故意调包 来混淆警方视线 是用血液输血 但是丁雷的检测结果 却没发现匹配的嫌犯 也就是说 凶手以前根本没有任何犯罪记录 就在警方毫无头绪的时候 一个叫韦琪的一员 在上班路上被绑架 现场同样留下了一块 带有X号的血色手帕 和一段看上有些奇怪的话 脑科索的人 马上对第二块手帕进行检测 这块手帕 是早上韦琪出门的时候 太太交给他的胸 手应该是绑架完成后 现场划破手指制作的 手帕上的血液检测出来的DNA 和第一块手帕相同 所以脑科索断定 两个案子的凶手是同一人 但是凶手绑架离开的那辆车子 是一辆被盗车辆 也就是说线索再次中断 而另一边的丹元 带着林田来到韦琪家里调查 可韦琪的家人都说 他平时为人正直 根本不可能是仇人复仇啊 最后丹元俩人也只能无功而返 但是在走出韦琪住宅之后 丹元马上叮嘱林田 这几天好好盯住韦琪的儿子 申一郎 因为在刚才交谈的时候 申一郎的双眼一直朝右上方张望 他记得龙介曾经说过 这是一种说谎的表现 然而凶手可不会给警方喘息的机会 很快第三起事故再次发生 在一条隧道的竣工剪彩仪式上面 一名叫局时的一员 郑孝荣满面在台上演讲 就在他按下电子剪彩按钮的时候 现场突然发生剧烈爆炸 焦头烂额的单元警官很快赶到现场 除了受伤的工人以外 警方在岁道里面又发现了一条代差号的手帕 听到这个消息的单元差点原地倒下 这个凶手到底还有完没完啊 最后单元只能来到车上 询问局时议员是不是得罪过什么人 可局时却表示 他从没做过违背良心的事情 总不能因为你们警方无能 就把自己列为怀疑对象吧 好在这次凶手作案逃跑时 终于露出了破绽 根据一处监控路段摄像和地形分析 脑科所成功找到了凶手藏身的地点 是一座废弃工业大楼 单元离开后龙剑一直感觉有点不对劲 但是又没能找到不对劲的地方 他快速回忆了一遍这三起事故的共同之处 发现这三起事故的关键点 其实不是那条每次都出现的削色手帕 而是警方一直在被凶手牵着鼻子走 好像凶手一直在诱导警方 接下来的行动一样 想到这里的龙剑 赶紧让女助手游里打电话给单元 而此时的单元警官 已经带人来到工业大楼的顶楼 就在临天破门而入的时候 单元终于接听了兜里那个一池 响个不停的电话 一个凭空出现的凶手 将整个东京警示厅耍得团团转 不仅连续疯狂作案 还设局让抓他的警察差点领了盒饭 好在被炸伤的鳞片骨头比较易 不到几个小时就恢复了意识 临天说之前看到尾棋儿子在川 岛组的大楼外面 徘徊这件事可能跟川岛组的武警脱不了关系 然而等龙剑和单元找到武警的时候 他却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还丢给龙剑一颗红色糖果 告诉他有些东西调查太深了 对大家都不好 而另一边 单元用了点手段 拿到了尾棋儿子沈一郎的DNA 通过脑科索的检测比对 发现 施一郎的DNA居然和凶手三次作案时 留下那些插号手帕上面的血液遗址 很快警方就把施一郎带到橘子里问话 可施一郎却一脸淡定 表示自己有不在场证据 而且龙剑也发现了他十根手指 没有任何伤口 应该不是制作邪手帕的凶手 那会不会是不同的人 拥有同样的DNA 那脑科索的同事 殊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如果施一郎接受过骨髓移植 或者有人接受过 生一郎的骨髓移植 都会导致双方的血液DNA 检测结果相同 这时有理疏纳只要知道 谁曾经给伟齐的儿子提供过骨髓 不就知道谁是凶手了吗 此时距离伟齐一员被绑架 已经过去了三十个小时 如果在剩下的十八个小时里 再找不到凶 手纳伟齐一员就真的要被处决了 但是 射算龙介把利益关系说得如此明了 沈一郎还是咬定自己 没有捐赠过骨髓 还让警方有本事 去世界各地的医院查查看 就在案件推动再次卡壳的时候 医院那边传来了新的消息 原来经过林田的不懈努力 终于撬开了恢复意识的川来夫 长官的嘴巴 给沈一郎提供骨髓的 是一个叫做北里的男人 但是随着调查进行下去 一桩被掩盖了十七年的冤案 慢慢浮现在众人面前 原来当年北里因杀人罪被逮捕过 尽管北里一直声称自己是冤枉的 但是因为DNA的证据 还是被判了十四年 北里在服刑的时候 也多次请求上诉 但是法院并没有受理 在入狱的六年后 北里突然不再上诉 据川赖所说 是因为北里在狱中患上了白血病 后来北里秘密接受了骨髓移植的手术 而捐赠骨髓的那个人 正是伟齐议员的儿子沈一郎 作为捐赠的条件 就是北里必须停止上诉 伟齐之所以付出如此之多 就是因为当年北里这个案子 确实是误判 也就是说北里其实是无罪的 当年川外副长 官和伟齐议员都是这个案子的负责人 而局势议员则是负责起诉的检察官 这时警方表示 在北里现在的住处 找到了一张博物馆的宣传单 今天下午四点半 有人要在那里进行演讲 而演讲者就是当年的原法官 今天听到这里的单元警官 马上带人前往博物馆 唯独在汇报厅门口偷听的武警 慌了神 因为他明明给北里传递的信息是 计划有便暂停行动 而武警不知道的是 他的计划 已经被跟踪他的龙介彻底打乱了 这是烧脑神剧脑神探的收官之战 东京博物馆被神秘人藏了十个炸弹 警方根据提示 果然在会场的讲台下面找到了第一个 结果匆匆赶到的龙介却说 这个炸弹会不会是假的 要知道凶手的真正目的 是为了把今天演讲的金田 从这里带出去 所以才打电话给他们说 安装了炸弹 这样警方就会疏散 博物馆的游客 到时候凶手就能趁乱 将金田带走 可单元警官却说他们堵不起 就算知道这是凶手的圈套 也只能先钻进去 没想到这个时候 龙介却再次出声 要求众人去避险 他说这个凶手很聪明 前面四次事故 都是通过各种手段诱导警方 那现在这第五次事故 说不定凶手已经猜到 警方发现他的诱导了 所以干脆就在博物馆这边 安装了真的炸弹 弹龙介说完就准备离开避险 可女助手游里却说 自己要留下来拆炸弹 告别完众人的龙介 来到博物馆出口 果然看到了两个 跟人朝不同方向的可疑人员 龙介没有犹豫 尖叫着跟了上去 而另一边 会议室里的炸弹 仅剩三分钟就要引爆 就在游里准备捡电线的时候 警方又送来一个炸弹 还说后面还有五个没找到 最后几人实在没办法 只能选择撤离避险 然而就在警方做好心理准备 等待炸弹引爆时 却发现倒计时结束后 现场还是一片寂静 这个时候有理猜反应过来 真的被龙介猜中是假炸弹 可龙介到底去哪里了呢 另一边的单元警官 骂骂骂从地上爬起来 没想到同事却过来告诉他 在博物馆后门 发现有可疑车辆逃跑 就在单元恼怒之际 一个中年男人突然从他身后钻了出来 正是凶手今天的绑架对象 今天 此时 两个绑匪正信心满满 把一个袋子放到老大面前 然而等贝里一脸狂笑 打开袋子的时候 里面却跳出来一个龙介 原来当时龙介跟着那两个小绑匪 很容易就找到了被绑匪 在麻袋里面的晶体 他趁绑匪去拿手推车的间隙 把惊天放出来 然后钻进麻袋 终于成功瞒天过海 把自己送进了贼窝 贝里把龙介控制住 然后又从他口袋里把手机翻出来 接着便把他和韦琪关到一起 此时 李韦琪议员被处决的时间 仅剩最后三十分 钟龙介心里开始有点着急了 而博物馆里女助手这时才明白 在会议室的时候 龙介说的那句最后一次见面 是什么意思 由李越想越懊恼 最后一屁股坐到台阶上面 也是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发现自己后口袋的手机不见了 此时被绑架的龙介虽然身体动不了 但是嘴上的输出却一刻也没停下来 如果没猜错的话 北里和警队里武警的沟通方式 应该是通过糖果 红色糖果代表计划终止 黄色糖果代表计划变更 而蓝色糖果则是代表计划安全 继续实施 所以在那天晚上 他偷偷把武警留下的黄色糖果 换成蓝色糖果后 北里很快就开始了行动 龙介劝北里还是挺爽的 趁现在还没有任何人死亡 如果再这样下去 北里就成了真正的杀人犯 对武警来说 北里就是一个用完就能气掉的棋子 他根本就不是你的同伴 眼看北里意志力开始松动 龙介果断使出了自己的终极大招 听到这四个字的北里浑身颤倒 然后眼神一狠 居然直接举起手上的枪 对准了自己头部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丹元警官气喘吁吁赶到 将北里一把案子 为了安抚北里的情绪 丹元还从兜里掏出手机 里面赫然直播 川赖和菊池在媒体前面鞠躬 对17年前他们错判北里的冤案 进行道歉认罪 此时眼泪顺着北里的眼角慢慢滑落 17年的正义他终于等到 而丹元之所以能够这么快找到龙介 正是因为龙介在会议 是和尤里拥抱的时候 偷偷将尤里多里的手机拿走 然后调成振动模式藏在鞋子里面 警方通过卫星定位 才准确找到了正 北里归案后尤里还是很自责 犹豫了很久 最后还是开口跟龙介道歉 这部少人剧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喜欢这部剧的朋友们